82.華僑報 台灣黑心油事件兩家廠商四名負責人被判刑 2015年7月22日中國21 中新社台北7月21日電 去年震驚台灣的黑心油事件 嘉義地方法院21日下午宣判 嘉義縣九峰 永城兩家油資公司已參加毅劣豬油賣級正義公司 判處四名相關負責人8至15年徒刑 九峰公司則自2007年1月起到2014年9月 賣級正義公司參加毅劣豬油約1721公斤魚 金額4590萬魚元 正義公司也將其製成食用油賣級下油廠商 媒體披露後 黑心油事件震驚島內 民眾對食品安全在陷憂慮 賣 credential 賣你知道嗎 賣 PAT